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回覆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問我們公司的同仁 或者問我說 我都已經在網路上看了鄭老師 這麼多的影片資料了 我都已經買了鄭老師的 健康自己來的書了 裡面的這個具體的執行方案 執行行動 而且QR Code的連結 通通放上去了 那這樣為什麼還需要來上 脊椎牆背書呢 好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第一個我不是常識的人 所以我會把我能夠給大家 貢獻這個社會的資料放在網路上 那我在書籍裡面也不會看不見 也不會說好像我知道了 然後不告訴你 或者是留意點到課程裡面 這件事情被我的同行 或者是講師圈的朋友說 你怎麼那麼笨呢 你這個知識交付的產業 就應該要付費啊 那YouTube免費給大家看了 誰要來跟你上課呢 其實我一點都不那麼覺得 其實願意來上課的人 是一個很有覺察力的人 因為他們知道 知識不等於你能夠應用的智慧 那麼所以我們把知識放在網路上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做到系統化 能夠希望做到一個 很有系統完整的知識架構 所以在身體智慧的 這個叫做YouTube頻道上面 我們有分門別類 放上了關於我們身輕覺察 關於身體覺察 關於脊椎保健的一些知識 還有健康出的一些知識 可是課程當中是有必要的原因是 你可以有很多的演練活動 可以讓你的腦袋 你的細胞 真的去記憶住那些行為 因為你知道了不見得做得到 如果你在YouTube看我很多的演講教學 我相信一定會被 某些人覺得是可以有受用的 如果連影片你都有受用的話 你更應該要來實體上課 因為你來實體上課 我們設計的一些演練當中 是體驗式的教學 你會有那種 啊哈 啊哈的那種感覺 你在書上跟 所以你看外面有很多教飲食的書 教那個運動的影片 教很多 但是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但是你很難有那種 啊哈 喔 原來如此 因為你的身體跟細胞 你的身體的細胞 你要去記憶住一個位置 一個動作的控制 還有我們講動作的時序 動作的順序 知識的認知 這麼多的演練互動裡面 對不起 你得親自來到現場 來到現場的收穫 會絕對比你在網路上 看到的差很多 也就是說知識很好 知識是一個系統化的東西 我們盡量把它系統化放在網路上 我們不會否定 也不會停止我們在做的事 但是我更會持續的開課 因為唯有在真正在課程當中 才能夠學會讓你一輩子 真正改善的關鍵 所以希望你能夠 很有知 很有覺察力的去選擇 如果你有意願來上課的話 不要因為你已經看了很多了 你把它丟掉 不要因為你學了很多了 直接來到課堂上 你得到收穫會比想中還要多 OK 歡迎大家 這兩件事不一樣 因為知識交付的方式不一樣 在課堂當中 知識交付的方式 是體驗式的學習 是會讓你有那種 啊哈的感覺 所以很難講清楚 因為在我們這個產業的特性 就是說關於知識經濟的 這個產業特性 除非你親身經驗 否則你很難知道 什麼叫做 啊哈那種 覺察的感覺 OK 祝福大家 謝謝